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马来西亚慈激青山之会连续第二年举办献上御佛典礼 志工们除了带动家人共募佛恩,也安排了亲子奉茶和御族活动 让父母和孩子有更多的互动,就算足不出户,也别有一番温馨滋味 准备鲜花 用心摆设,再安放佛像 慈激师姐一大早来到社区志工的家,帮忙布置简单的御佛台 希望能赶在御佛典礼开始前,把家里的客厅打造成庄严道场 每年都有御佛的,只是因为这两年疫情关系造成大家很不方便 所以我们就好在家里咯,在心上 感谢老妈对我们无为不自的照顾 虽然疫情造成了不方便,但三代同堂在家御佛却也其乐融融 谢谢妈妈的照顾 把他们照顾到五月五四 我们才可以这么的安心 他的付出,我们记在心里 就是一家大小要平安,身体健康 大家和和气去,一家人 谢谢妈妈这么多年,从小照顾到我们这样大 到了现在,还要帮忙照顾下他的这些孙子 只是谢谢,谢谢感恩,谢谢妈妈,谢谢妈妈的付出 同样孝顺的还有这一位志工 在母亲节这一天,带着妈妈一起献上御佛 早安,怎么今天这样早起来? 要御佛 御佛开心吗? 开心 为什么? 舒服 就是说,需要在家里献上御佛 其实也是一个好因缘来的 就是一家人三代可以一起坐下来 用心的御佛 在家里御佛,对我妈妈来讲会比较适合的 为什么?因为她行动不大方便 她可以就是说,坐下来 然后在前面就是有电视机 她可以很清楚的,是说,收到善人的法 那么她也很开心 孝顺的孩子,最让妈妈感到欣慰 我去那边来,我就很高兴了 看到我的儿女长大起身体 我一定很高兴了 我儿女成为孝顺的儿女 我女儿女很高兴 感恩慈悸,让我明白和家人一起的幸福的日子 看到妈妈慢慢的老气 我孩子慢慢的长大 感谢我的家人 家师姐的付出 在家里付出了很多 在家中,父母往往是孩子的楷模 他们的身教,下一代都看在眼里 母亲节快乐 妈妈是最伟大的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是会站在你身边 谢谢妈妈一直也付出 大恩不言切 用行动来证明 爱妈妈 爱,要勇敢说出口 还要付诸行动 慈激三级合一 提供了孩子们孝顺父母的好时机 更提醒为人子女者 醒善醒孝要及时 大爱新闻,真上美志工,马来西亚新商报导 品尼早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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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отруд股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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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